各位老爷们老板们 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大家心心念念的第四代 Toyota L5 还有 Vue Fire 在不久前正式在日本上市 而且除了日本市场外 这次海外市场的布局也非常的快 台湾跟中国已经上市 泰国方面新车也已经到港了 所以这次马来西亚应该也会很快的就发布这款车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带大家看看全新的 Toyota L5 还有 Vue Fire 其实一直以来 Toyota L5 跟 Vue Fire 都是日本豪华 MPV 的代表 但是在上一代车型小改款之后 Alpha就在日本市场彻底的爆发 它平均一年可以卖出大概是20万辆车型 因此也有很多的 Raycon 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就造就了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最多 Alpha 跟 Vue Fire 的一个国家 这次的大改款车型原厂还是分成 Alpha 还有 Vue Fire 跟之前的传门就是讲要 Cancel 掉 Vue Fire 不一样 两个车型都还是有 而且主打的风格也是一样的 Alpha 主打的风格就是成熟大气 至于 Vue Fire 它的风格则是时尚跟时髦 所以年轻人的话会更为适合 Vue Fire 而老板级的人物会更适合 Alpha 这次原厂在 Alpha 跟 Vue Fire 上面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生机 也就是他们采用了全新的 TNGA GAK 平台 而且这个 GAK 平台是专门为 Alpha 还有 Vue Fire 进行设计过的 更为适合他们 首先就是平台的刚性部分 对比上一代车型进步了 150% 也就是讲除了安全性提高之外 这辆车的驾驶表现也会比较好一点 可能是原厂发现到在之前就有人拿这个中国制的 MPV 跟这个 Alpha 对撞 结果 Alpha 的成绩惨不忍睹 所以他们才会做出那么大的提升吧 OK 我如果是敢讲外观的部分呢 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偏向 Vue Fire 一点 我觉得 Vue Fire 真的是很时尚很时髦 至于这个 Alpha 嘛 可能老板级的人物我会比较喜欢一点 它确实很温重大气 除此之外呢 他们的车身时嘛 对比上一代车型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轴距还是维持在 3000mm 左右 所以这台车它的空间表现应该跟目前在售的车款差不多吧 在内装的部分呢 上一代的 Alpha 还有 Vue Fire 质感是真的好 而且也确实真的够豪华 就算是我现在看到这辆车 我还是会为这个内装惊艳到 可是问题在于这个设计就比较老成一些啦 至于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呢 他们的内装除了延续这个高规格的质感之外 它的设计也有不一样 首先你可以看到全新一代 Toyota Crown 的方向盘 出现在的 Alpha 还有 Vue Fire 上面 另外整个中控台的布局也很像 Lexus 甚至里面的车载系统其实都是 Lexus 的 整个这样子看下来的感觉 除了以前 Alpha Vue Fire 一贯的豪华管之外 它还有一点点的科技感在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啦 但是 Alpha 跟 Vue Fire 一直以来呢 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后座后排 也就是第二跟第三排 这一次他们真的是完全的革新这个二三排的空间表现 再次定义什么叫豪华 SUV 首先有一张宽图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就是在这个 Pilot 系上面 他们还安装了一个控制面板 在这个控制面板上面呢 你可以控制这个车辆的一些功能 例如讲你要控制冷气啊 例如讲你要控制这个车辆的电动作业调整等等 都通过这个触控屏来实现 这一个真的是豪华 MPV 应该有的东西 所以就算中国有那么多追赶者在后面 可是 Alphard Vue Fire 它们完全也不是停滞不前 它们还是有进步的 这一点我非常的喜欢 除此之外呢 很多所谓的 Alphard Vue Fire 竞争对手 例如讲是 Carnival 或者是一些中国的豪华 MPV 其实我都说过啦 可是我必须讲实话一句 Alphard 在舒适性的这一块其实还是佼佼着 也就是讲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很追求这种豪华质感 跟舒适性的话 那么 Alphard 绝对不会错的 最后一点就是这辆车因为是新世代的车型 所以它们在上面也搭载了Toyota Safety Sense 3.0 的功能 也就是想有这个Stop&Go的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便宜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震自动调节 紧急自动回避等等的功能 而且侦测的精度更准 不会出现前面没有车 然后那个车就跟你叮叮叮 提醒你前面有车的情况啦 引擎的部分是这一次大改款的 Alphard Vue Fire 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 在Alphard 跟Vue Fire 它们各自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可是在Alphard 的部分呢 入门版本是采用上一代的2.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然后它还有个2.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至于在Vue Fire 这边呢 它的入门版本直接采用的是2.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也就是跟Lexus RX 还有Lexus NX 那个引擎一样的 最大马力表现是275PS 风值扭力表现430Nm 匹配8速的自排变速箱 我相信大家如果要选择的话 应该都是选择涡轮版本对不对 另外呢 Vue Fire 除了这个涡轮版本 它还提供了一个2.5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 基本上就是跟Alphard 一样的 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出这两款车子的定位 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Alphard 老版车嘛 就是要这个平稳的移动过程 而Vue Fire 年轻一点也需要比较强的动力 是在座的各位的话会选择哪一辆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其实在Alphard 跟Vue Fire 发布之后呢 本地的这个入口车商呢 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有一些已经在准备订车回来马来西亚贩售 但是根据马来西亚的一些规定 这些车子要进来马来西亚贩售 需要等一年左右 所以理论上呢 最快我们要在明年才可以看到 Recon 的Alphard 还有Vue Fire 但是这一次 Toyota 的动作非常的快 除了日本首发之外 台湾跟中国两个市场呢 它们跟日本同步首发 而且最近呢 我们在邻国的网站 peplightmap.com呢 看到这个Alphard 已经到了泰国的港口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这个全新一代的Alphard 跟Vue Fire 很快就会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目前UNW Toyota 还是首口如瓶啦 不愿意透露更多的消息 所以我们将会持续追踪 如果大家对这个马来西亚官方版的 Toyota 跟Alphard 跟Vue Fire 有兴趣的话 记得follow 我们的频道 你们讲这一次我们会先看到 官方版的车型 还是先看Recon 的车型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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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